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已经开始收钱了 收钱是收钱 跟业务会没关系 收钱是因为老旧小区整改完后 要有一个那个固件基金 是一部你们维护用的 跟这个业务会是没有关系 跟成立业务会这是没有关系 成立业务会是成立业务会这件事情 我知道 这件事跟成立业务会没关系 是因为我们小区收钱都是业务会在收 因为我会说我们委论他去说 真正的应该要是红山镇来的 红山镇 他现在里面盖的张 你们可以认真看一下 是加贷主楼的张 你们可以看一下 也不是社区的张 是一个古楼区的张 明白 是政府的 那他现在就已经开始说 维护基金换言之 他就是改造是已经 那个势在必行 但只是说 改造完后的维护基金 那没应该 那至于说那个投票的话 我做个假设 那假如 假如说他投票万一投不过 那他钱不是白收了吗 这个跟业务会没关系 这个钱收了就是要改造完后用的 但是 你也不看在业务会那边 是放在古楼区的 我知道 我现在想问的是说 因为你不是还没表决吗 你要表决完才能确定会改造吗 但是你还不知道会不会改造 你先收古楼那个洪山镇 就先收那个维护基金的钱 这有点就前后不是不对吗 没有啊 但是他一般我们这次 一般是能够定下来 我就是说钱哪个小区收的快 交上去 他就哪一个小区先改造吗 那这个他不符合逻辑 因为你都不知道能不能改造 万一 那换言之 你就不用表决了 是不是 那不想改造的话 我们这钱肯定就资助给你们了 那是 那这样没有错 那他的 我看过那个 那个 就是国家的相关规定 他就是说 他要先表决 表决完之后 会有才能提方案是吧 方案提完还要公示 是这个意思吗 这个是建设局啊 我们也做不了决定啊 古楼区 我只是谈认小区 因为你们是想 你们小区是一直强烈要求说要改造 然后我们就报到那个区里面去 然后建设局说 要不然的话 今天把你们纳路改造 我知道 我刚刚说的并不是说 他这个 谁来负责这个 谁能够纳路 还是说 谁来帮我们去设计 而是说这个流程 这个流程 他肯定要有 那个方案吗 就比如说 方案完了要又要有公示吗 我给你讲 这种我也不懂啊 这个要问建设局 因为这个工程是建设局 来说 古楼区建设局是吧 对对对 所以说我现在 没办法正面回答你这个问题 我明白 因为我们小区现在存在一个问题 我就最后 就是一分钟我提一下 就我们小区现在存在一个问题 就是业委会的人 他在小区群里面 压根就不 不管我们提什么方案 好像那个方案 就已经是业委会的那一撮人 说了算 那到此后 他 方案 谁说了都不算 这个建设局的方案 我们现在连设计都不知道 业委会怎么知道 不 所以他 这个方案出来的时候 是建设局可能会给我们看一下 然后我们会跟你说 会怎么样 对 对 我懂 你听我说 我懂这个意思 但方案建设局提出来 但并不是说 我们一定要接受 对吧 有些不合理的地方 我们是可以改 如果说不能改的话 那他还公式有什么意义呢 他 我们附近就有一个小区 因为要 我跟你讲 你要是这样的话 那你肯定公式要延迟 明白 但这个是没有办法 这个没有办法 那不可能说 我为了赶进度 建设局想怎么改怎么改 这个也没道理 对吧 你家里的专修也没有说 我为了赶进度 然后专修公司 想怎么做都可以 对吧 这个没有道理 这个两码支 这个两码支 我们附近就有个小区 因为有部分的业主业委会里面 有人他想装电梯 他就借着这个机会 把花圃给铲掉 他想铲掉 他方案里面要铲 然后小区里面 就有很多人反对铲 绿化的花圃 把它告到那个镇上面 社区和镇上面 他后来就没有铲 要是这个的话 我们再改造路人 你们要是这些都不谈 只换广网的话 那肯定政府是更欢迎 因为这样钱花都会更少 对没错 但这个欢不欢迎 要是你们 对啊 对那更好 对对我知道 但国家巴不巴得 巴不巴得 其实我们无所谓 重点是会不会影响到我们 要看我们小区居民的意见 对吧 那反正是看过三分之二的居民 同意的话 应该就要实施吧 对那这个投票的话 是谁来主持 是谁来主持 这个还没开始投 这个还没开始投 我是问谁来主持 不是问什么时候开始投 谁来主持 什么什么 就是小区 小区投票 有没有啊 小区投票是谁来投 要是有意义的时候啊 不是 你是投这个改造 还是说义务会的 我是说 我是说就是国家规定的 你是否改造 小区要有一个表决 要有超过三分之二的嘛 他那个表决 是谁来主持这个表决 谁来主持这个投票 哦 这个你就是说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就是说 那个问卷调查 不是问卷调查 就是就是国家规定的 福州市的那个那个方案里面规定的 那个谁来 改造 改造你要表决嘛 表决是谁来 谁负责 就是就是说要过三分之二应该啊 这个我要问一下上面的流程啊 因为我们改造的时候 我们因为当时是你们策略推动的 然后我们才才把你们报上去啊 哦 那个福州 我我我问的问题不是说 我我现在问的问题是说 就是这个 就福州市老旧小区改造实施方案里面 有说到要有那个过三分之二嘛 但你你投票的话要有人主持嘛 你不可能说我来主持嘛 也不可能说业委会来主持嘛 肯定要有一个你是社区主持啊 还是还是那个那个街街道主持啊 你肯定要有一个主持 你要不要做这个小区的改造 所以那个就是要有一个投票意思 这个对这个投票是谁来主持 谁负责主持 这个意思 哦哦哦哦哦 这个要社区吧 这个要社区主持 那那那就是你们居委会嘛 对对对 对你们居委会主持嘛 如果没有这个流程的话 那那那这个改造直接进行 那肯定是违背国家相关文件嘛 对对吧 对吧 对吧 那没错了 那那就没错了 那那那那回头 他在公事之前 他也不是公事 他在方案出来之前 就必须要先有投票 对吧 你必须要投票嘛 而且是业主投票嘛 对吧 嗯 我我明白 那你要把话 你就是说你要是觉得 这个流程要必须要做的话 那我要跟郑大说 这个流程不是我觉得要做 这个流程不是我觉得要做 是国务员办公厅 关于全面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程 指导意见里面说的 不是我说的 是国务员说的 哦明白明白明白 对吧 对吧 这个必须得有 这个没有的话 你说后面所有的流程都是不合规的 都是不合规的 对 而且你通过了之后 你方案也要由 那个表决的那部分 小区的居民同意嘛 你现在连表决都没有哪来方案了 对吧 明白明白明白 那就是说这个小区平衡呢 还是存在着不同意改造 可以这么理解吗 不是说这个小区同意不存在改造 你任何小区你既然有表决肯定有支持和反对嘛 那我现在我不是以我个人名义提支持还是反对 而是我客观的指出来有这个流程 这个是国家规定的 我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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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说明肯定有不同意的意见了 那说明就是说我还是跟郑上说 必须要把这个表决票要做了 但是肯定要做啊 什么叫说说明有不同意的意见 你都没有表决 你怎么知道有没有呢 是不是了 这不是多余的 我这个问一下郑上 这个流程要怎么做 对你跟那个郑上讲一下 这个必须要有 要不然后面都是不合规的 对 谢谢啊 谢谢刘主任 好我们就按照流程走啊 好再见